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 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刚刚在青岛结束 这是中国时隔十年 再次主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回忆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 几乎成为了全球成果最多 活力最足潜力最大的地区性的 海军多边沟通机制 面对当前南海紧张局势加剧 台海也多有波澜 俄乌作战也可能掀起 新一轮高潮这样一个复杂的局势 美国派出太平洋舰队司令参会 是2019年以来 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军官 俄罗斯则派出海军总司令高调附会 但是论坛的成员国菲律宾则没有到场 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论坛又如何协调各国应对大海之中的波轨云爵 4月22日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在山东青岛开幕 此前中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显示 包括俄海军总司令亚历山大 墨尼谢耶夫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克勒等在内的 29国海军官员率领代表团出席了 此次年会的开幕式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出席并致辞 海洋不应是各国悬要武力 推行炮剑外交的竞技场 而应成为大家和平共处 增进共同利益的大舞台 脱钩锻炼摩擦对抗 只会将各国分割成猜疑防范的孤岛 平等互信 对话协商才是面向未来的发展之道 本届论坛年会是中国海军继2014年后 再次承办七太平洋海军论坛 在两天时间里 22个成员国和7个观察员国的代表团 共同讨论审议了十余项议题和相关母舰 举行了主题为命运与共的海洋高层研讨论 组织三式渔场会谈会见活动 就各国海军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 西太平洋地区不是一个十分和平稳定的地区 需要大家共同坐下商讨如何来维持海洋环境的安全 由于海上安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所以大家都希望避免冲突 找到一个出路 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间的论坛 通过这种论坛 海军的人员进行专业性的交流 参加之后 他可以了解这些国家的海军 你的战略有什么变化 现在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变化 将来咱们合作的时候 在哪些方便呢 拖垮了那个域 还有比如说减增救灾的交流 还有就是对未来科技的发展等等 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 那么这两次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之中 我们讨论的议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4年讨论的是对于国际航运安全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包括在索马里周边 出现了大量的海盗行为 使得国际航运受到威胁 十年之后 西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海上航运 海上安全关注的重点 那这个时候 域内国家或者直接相关国家 会更多的关心自己门前的海上安全 当然这也是跟我们现在各个国家 在周边的利益变得更加强大有关 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为 国际航运的海洋 各国海军高层 展开了讨论 在研讨过 成为出现评刺最多的词 加拿大海军司令 国际认为海洋命运共同 那以生存的环境 应该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 海洋安全 建设人物 共同体是中国的一个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拥有 海洋的命运共同体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必须把能够沟通 五大洋的海洋 首先 建设海洋 得到 中国海军 中名上将在高层研讨 中州共济 携手前行 共享命运与共的海洋为题 发言 并提出四项 为实现海洋有 繁荣美丽的良好愿景 各国海军 一切沟通交流 巩固 要做到提升合作滞效 和合作 要强化 加强 保护海上安全 增进 国与国的海军的对抗 北约 一个对峙的状态 因为 冲突 所以这又带来了 问题 在我们的南海呢 有一些国家在搞军事演习 这样比较复杂的背景 这个区域里面的海军 或者 来解决问题 那这个 现在面临的 现实的 都是为了减少 对抗 然后呢 增加 信任 和 就是 这些 合作的 海洋论坛 要传达给大家 每一项 后面都配合 那这些计划 当然需要得到 支持 都是和大家的利益 也就是说 它照顾到了 在 有利益的各个方面 代表 海洋问题的负责任的精神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在这地方 中下 按照 论坛表决通过了 海上 3.0版 灾害 响应 情况更新 等议题 研究 太平洋海军论坛 章程 美媒称 海上意外相遇归 在 2014年 在由中国海军 承办的 太平洋海军论坛 年会上 获得 是一套 旨在降低海上 军事的指导方针 不同的 飞机 在公共的海域 怎么样子 不要发生对抗 这样子 减少摩擦 所以 出了 海上意外相遇归 到了今天 情况也会反弱 比如说 这个美国仍然没有 讲法 公约没有签署 就 比如说 它进入 有些国家的 或者靠近 它专属经济区的时候 除了抗议 或者不满 遇到 状况 新的问题 大家 完善这个版本 本次论坛年会 首次提出 西洋海军论坛 无人系统 做组 并由中国担任 与会代表 围绕无人系统 进行研讨 随着无人 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运用 海洋安全运用机制中 经济 无人装备的规矩 并有效 避免摩擦 管理 无人机这个话题 成立了一个新的话题 一样的地方是 现在的 已经广泛地运用到 海洋勘探 海洋运输等等 过去 在海洋勘探 海洋的飞跃自由 航行制 对无人机这些 设计的比较少 属于面前的新的问题 有待见 在最近的冲突和交锋之中 有人驾驶的船舶 和碰撞的几率 大大增加 在这种 有很多行为 是否符合国家 大家关注的方向 比如说 是否代表了战争 当时估计 和美方都没有 美方先后使用了 气流冲击 温油 最后使用了碰撞的方式 美方的无人机 最后坠毁在黑海 意外相遇 到底在海洋上 这一次 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 使大家得到共识 此次论坛 美国新任太平洋舰 上将率团参加 美国高级将领 首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报道称 见习发表简短评论说 所有海军齐聚一堂 提的绝佳机会 他是一个航空兵的飞行员 出生 他的军事技能啊 比较优秀的 但是 他上任之后 他对有一些 国家上的事物 历史上的问题 并不是很多 或者很全面 参加西台论坛 这样一个场合 听听其他国家的这些 国家的这些 关于外交关系上的 这些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到中国来 主要 中美两国的 海空相应安全行为准则 可能 河南 河南 还有 进行了双边会晤 用这个场合 摩求 利益 以支持美国所谓 对俄方的 印太地区愿景 各国海军参会 参与年会议程外 还与有关国 中边的会谈 新任俄海军 莫伊谢耶夫上将 与中美其他国家的 海军代表 进行 卫物与交流 俄国防部 中两国海军司令 共同签署了 就谅解与合作备忘 对俄方评价为 有利于 安全与稳定 并将推 之间的紧密合作 双边的这些协议 总体来讲 它都是通过海洋 来把航空 这一次 中国和 共同就海军搜救问题 那么其他的国家之间 也有 这些交流肯定会 促进 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也是 论坛重要 体现的是 中国在国际问题上 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加强 中国联合早报称 西太平洋海军 23个成员国和7个观察 菲律宾是成员国之一 此 本届论坛年会 而此 准备会议期间 菲律宾曾表明 国际的想法 海军作为本届论坛年会的主办国 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发出了邀请 不清楚菲律宾没有来参会的 我相信 在参会的所有成员 共同努力下 本届年会会为 增进我们成员国 观察员国的相互 很多正能量 菲律宾 无故屈膝 当然 无故是要加个引号 谈年会召开在 北非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 联合军事演习 这边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搞大规模的演习 与这次论坛是格格不弱的 菲律宾 就违背了西太平洋 宗旨 他是故意的 恰恰说明 菲律宾在西太平洋 是一种 的因素 菲律宾没有能够来参加 实际上对于解决 菲律宾 的各项海洋安全问题 因为菲律宾毕竟是一个海洋 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海洋 这些问题 其实大家都希望 和平与安全的方式来 军论坛成立于1988年 首次的军论坛会议 在澳大利亚西 起初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是海上力量研讨会的 一个分论坛运作 到1994年后 正式独立于 自己的章程 成为一个地区 每年举行一次工作 两年举行一次年会 18年美国 澳大利亚 包括 提出来的 为了大家的 成立了西太论坛 通过这样的 海上安全方向形式 制定 更完善的 相关的这些 增加合作 冲突的风险 随着 就是 还有地区和海上 它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 影响力越来越大 它解决的问题 它是地区性的 合作机制的 1988年开始的 中美也好 中澳也好 交流相对来说 其实必须 畅通 从讨论 安全问题 向具有足够的海军 专业合作 和制定的海上行程 的方向发展 已经成为 西太平洋 最有影响力的 机制性的海军 经过三十多年的 发展 在组成上 广泛的代表性 其成员国 西太平洋地区 并吸纳了 对太平洋地区 的部分国家 为观察原果 不仅包括加拿大 智利 中国家 而且包括 印度 印度洋的 非太平洋国家 西太平洋海域 在这些格局之中 变得越来重要 这个地区 一个环太平洋的 发展地带 包括了 地方 也包括了 全世界 经济成长 最重要的这些地区 既是消费国 同时又有特殊的地域 它的外围 海上路线 海上航线 还更多的重视 像巴基斯坦 比如像加拿大 包括智利 这样的南美国家 它们表面上 是和这个区域 没有关系的 但是它们的货物 它们的经济活动 都和西太平洋的海域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表现了 西太平洋 在未来人类发展过程中 将成为发展的重要舞台 西太平洋地区 它本身就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海洋区域之一 多边贸易关系 最繁忙的国家 中美 中日 中韩 中国和东盟国家 都在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涵盖了 多个重要的海峡和水道 所以在全球贸易 和海上交通领域当中 它有着举着轻重的地位 区域内岛屿众多 海洋资源也非常丰富 涉及到了许多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在一些 存在海洋争端的区域 为了防止插枪走火 实现共同开发 保证地区航运安全 搞这个论坛 得到了地区国家的 普遍关注 绝大部分国家都参加了这个论坛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逐步从讨论一般海上安全问题 向具有主导地区海军专业合作 和制定海上行动规则的方向转变 影响力不断扩大的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已成为西太地区 颇具影响力的 机制性海军论坛 2014年4月 由中国海军首次承办的 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作为西太海军论坛年会的 一项重要议题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在此次年会中获得通过 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重要一个议题 通过了一个叫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这个规则为后来 世界上多项海上规则 打下了基础 使中国海军参与 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展现了极大的诚意 为了求同存异 寻求合作 化解矛盾 是为了如何弥补双方的分析 而开着这次会议 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认同 4月23日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承办的 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落下帷幕 闭幕式上 海军政委 袁华智上将表示 与会代表团 在这次年会上 共筑和平发展同心园 共研海上安全新规则 共会务实合作路线图 共建团结包容大家庭 命运与共的海洋需要大家的努力 而不是某几个国家的努力 大家必须按照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思路来推进我们的合作 这才能走得下去 命运共同体 就是合作共赢 因为这个不能是零和博弈 不能搞成一种对抗 这个也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 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和平其实代表着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关注 而中国方面专门提出了这个话题 其实也是在反驳一些国家 对于中国的污蔑 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在抹黑中国 认为中国会在西太平洋 造成更多的问题 对西太平洋的和平构成威胁等等 而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 与大家共同的观察 可以看到 真正在西太平洋 兴风作浪造成问题的 反而是这些域外国家 中国代表在西太平洋周边的国家 发出共同的声音 大家都有责任 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是一旦遇到无疑的挑衅 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 都会坚决亦以还击 这也是海军的责任 海洋承载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 也是连结各国友谊的重要桥梁 对于本届西太论坛年会 参会各国海军代表 给予了重肯的评价 法国海军参谋长尼古拉斯沃如称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 作为其中一员 我们愿意与西太平洋各国 共同努力维护世界海洋安全 斯里兰卡海军参谋长 普拉迪普拉斯纳亚克看来 中国主办此次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斐济国防军副司令 兼海军司令汉弗莱·塔瓦克表示 中国是斐济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 期待中国在太平洋地区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之下 中国能够站出来 为世界的海洋和平与安全 发出倡议 为海上新规则的建立 做出贡献 体现出中国在世界海洋问题上 是一个建设性的大国 此前一段时间 世界海洋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尤其是像在红海 在黑海等地 航运方面出现了很多安全问题 西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 就显得特别突出 而西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 既依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同时也依赖于中国等域内国家 对于这片水域的安全保障 历经75年 从近海防御到远洋护航 中国海军成为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而这次年会的举办 不仅增进了各国海军之间的 了解与信任 也为未来的海上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海军将承担更多的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职责 这是一种担当 更是一种责任 未来在各国海军的共同努力下 海洋将变得和平 宁静与繁荣 正是因为我们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就是能够有效地抵御侵略 很好地维护了我们海上方向的这些利益 或我们和平方舟号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为当地民众治病也是体现了我们热爱和平 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帮助和支援 这次论坛有比较丰富的大会活动和活跃的双边沟通 对于当前 全球紧张多于缓和的电源风险尤为重要 完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修订 成立无人系统研究组等等这样一些成果 背后是各方对于安全的忧虑和期待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明 再会